好的 说到导演刘振伟呢 这些年给人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大话西游》系列 不过眼下他终于要推出新作了 依然是喜剧和赵文哲合作 是一部公布喜剧 不知道他脑洞会大开成什么样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看来这《大话西游》情节不光观众没有忘记 导演自己也忘不了 明明是新片《功夫联盟》的开机仪式 愣是把开机地点说成了《大话西游》的拍摄地银川 不过朝了好几年冷饭的他 这次终于不再拍西游题材 而是转战《功夫大片》 但刚刚还是爆全亮相的正经画风 下一秒导演就带着大伙卖起了萌 可见电影的主题和《无礼头》还是分不开 因为《功夫联盟》的剧本将黄飞红 霍元甲 陈真 艳问这四位不同年代的功夫宗师 聚集到了一起 让他们同时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社会 这四人要怎么适应不一样的生活 传统功夫又会做哪些变化 这些导演兼编剧 刘正伟看来都是亮点 当然 狭义精神四个字也将贯穿全篇 其实这个是我很多年前 我看这个美国大约里面 他们有很多视频 我一直就问自己 我们中国如果是一个敲击英雄的人物 特别喜欢这品品 有谁呢 我就觉得这些新闻就是拜托 他们的敲击英雄 刘正伟找来了动作演员赵文卓 安智杰 陈国坤和杜宇航 他们将分别扮演黄飞红 霍元甲 陈真和叶问 不巧的是开机第一天 安智杰的跟腱不小心受伤 让剧组有点措手不及 这也不是因为什么大动作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起跑而已 可能年纪大了嘛 这个精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 其实受伤之后拍这部戏 就把故事 这部电影的故事变得更丰富一点 相比安智杰第一次扮演霍元甲 同组的赵文卓扮演黄飞红 可是驾轻就熟 当天穿着青装 竖着辫子的他在大伙的要求下 再现黄飞红的经典百姿 燕子超水 当年被徐克轻点代替李元杰 出演黄飞红之后 赵文卓其实先后演了九次黄飞红 但提到这一次穿越后 略带喜感的黄飞红 连赵文卓自己都乐了 有的时候 四大中是在一块统一行动的时候 就非常好笑 大家突然一下 各自摆出自己的pose 所以这个 待会大家看吧 不过对赵文卓来说 吸引他加盟这部电影的 不全是另类版的黄飞红一角 1993年 在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功夫皇帝方式郁》中 正是在编剧刘振伟和导演的帮助下 让当时还是大学生的自己 能够胜任反派 九门提督一决 因此时隔24年 他可不想错过和恩师的再度合作 第一部戏 91年10月5号 开机的日子 当时是大学生 但是很多人都帮助我 一直练的血眼睛 通常是45度脚脚 很高的 然后把这个眼睛底下画的红颜色 就觉得这人 有股邪气 有了新天地 向山采访到 比论 几缩 入口 入口 入口